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欢子 我们装了一点黄蒜 今天我们来煮一个盘龙 把一点蒜 等一下我们来煮黄蒜吃 我们做黄蒜要准备一些项料 这个是蒜苗 还有芹菜 生姜 我们现在倒了锅里面 锅里面不要开火 开火的话等下它会跳的 有很多人会直接倒油 先把油到里面再放黄蒜 我们是直接把锅盖盖上 然后就直接点火 现在已经在锅里面跳了 已经烫了一分钟了 它已经全部死完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放油在里面 再放点盐 这样弄的话就不会跳了 我们以为这个油炸透一点 就会脆一点 再翻一下 这样弄的话就不会跳 我们以为这个油炸透一点 就会脆一点 它会烧掉 再把火关小一点 炒到差不多了 这个料 这个料 倒里面 现在我总的拿的是米酒 倒里面的话是去腥味的 再炒一下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再炒一下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它要把火关掉 炒出来 这个盘子 然后一般都吃的时候 夹到脱子 夹到脱子后 直接撕背上这个肉 这个有点不好吃 这下面的肉就是肠子上的 还有一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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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须 这一须就撕出来了 这道菜就叫盘浓 也就是用黄鳝做的 大家那边有没有这样的做法 可以在屏幕上方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欢子TV 也会给大家拍摄更多 原生态度能生生活 想看更多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TV